然后就问他什么是第三部就是解放军三部 然后这个他都知道你知道吗 解放军三部他都知道 他说这个是中国军队的搞情报的这一部门 就是解放军三部 他们主要干什么 他们主要是开始执行Cyberwarfare 就是网络战争 发动网络战争 还有Cyber Espionage 网络间谍战 还有Cyber Subversion 就是网络的破坏 可以说Subversion可以说破坏吧 就是潜伏破坏这种 那他又具体介绍了一下什么叫网络战争 网络战争就是他们针对敌人在网络上 开始一些比较攻击性的行为 对针对敌人攻击性的行为 比如说把你的什么 他举了个例子 他举了个例子好像是Critical Infrastructure 我忘了 就是说把你的黑客攻击 把你这个瘫痪 意思就是把你的这个东西瘫痪 然后他说什么是 网络间谍呢 就是他说用的是一样的 Tool工具和手段 但是呢 他们这个网络间谍主要是 为了获取保密的信息 OK就是 Gai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这就叫网络间谍 那最后又解释一下 什么叫网络破坏Subversion 他就说主要是利用 互联网还有利用社交媒体 去传播和散布一些假的 虚假的信息 这就是 网络的这个Subversion 我可以打算一下 我可以打算一下 对 我可以打算一下 我可以打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